我还记得我刚创业的时候 其实梦想很简单 我就希望有一天能够到 能够让台湾的小孩子 能够在台湾就可以看到NBA的比赛 在这个NBA比赛之前 我们在新竹办了一场夏令营 那时候请了NBA当季的球员 包括Cartino Marbury Iguodala跟Cheney Fry 这三个球员来了台湾 我们在新竹租了一个体育馆 办了一场夏令营 然后那场是免费的 很多很多孩子来 我们还招待了很多育幼院 孤儿院的这些孩子来 那我特别印象深刻就是 我记得办夏令营一开始之后 我赶了一个会要去台北 我出来的时候遇到一个家长 他推着他的小孩子 小孩子坐在轮椅上 他就跟我讲说 谢谢我们能够办这个比赛 他说他的小孩子很喜欢看NBA 今天终于能够这么近距离 看到这些球员 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还记得当时办那个夏令营花了 25万美金 请了三个球员来 然后办了那场活动 那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值得 如果你要问我说那赚不赚得回来 那肯定是赚不回来 不过也因为那一场比赛奠定了 我后来在2009年 2013年 办了NBA的两场热身赛在台湾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 我觉得那个带给台湾啊 那时候台湾其实没有看过NBA的比赛 过去没有嘛 那办了这一次以后 我觉得让台湾所有的球迷 所有的媒体 还有所有的政府 政府单位 他们也看到 哇原来这样的一个等级的赛事 其实可以带动了很多很多周边的 其他的一些经济活动 能够让更多的人让运动赛事 其实会是生活的一部分 然后觉得看比赛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